6.耶稣是谁 耶稣是世界的救世主 祂是百分之百的人 然而祂是无罪的 祂是百分之百的神 然而祂为我们的罪而死 借着祂的死亡 埋葬和复活 为人类提供了救赎的方式 让我们归于神 今天 祂还活着并且主宰万物 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 耶稣被童真女生下来 祂的母亲玛利亚 从圣灵怀了孕 耶稣出生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祂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 耶稣有人类的身体 祂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祂的智慧 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祂的心 都一起增长 耶稣体验了我们体验过的许多事情 祂体验过疲劳 饥饿和口渴 祂体验过不同的感情 比如 祂稀奇过 祂哭过 并且祂的心灵忧伤过 所有这些都指明祂是个完全的人 虽然耶稣是个完全的人 但是祂和我们不一样 祂是无罪的 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 祂未经过性行为的出生 使得祂生下来就是无罪的 祂和我们一样 住在同样堕落的世界中 并且有许多同样的试探 但是祂从未犯罪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脾血 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耶稣被童贞女生下来 意味着他没有地上的父亲 而是神是他的父亲 耶稣是从神那里而来的 耶稣神的儿子成为了人 这就是神和圣灵的神迹 神的儿子成为人 却仍然是神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二节 这道 太初与神同在 三节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 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 因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 不仅 不仅耶稣自己 宣称和神平等 而且 圣父将耶稣 升为至高 圣灵 承认耶稣为主 并且 圣经 教导神 一切的丰盛 在耶稣里居住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行了很多神迹 治愈了病人 并且做了许多声明 这些声明 除了神 无人可做 耶稣 是我们罪的挽回祭 一直存在着的耶稣 必须成为人 才能得以替我们死 就如同 我们都因义人 成为罪人 我们也可以 因义人 成为义 罗马书 五章 十九节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 成为罪人 照样 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 也成为义了 罗马书 五章 十九节 耶稣 是人 意味着 他可以死 耶稣 无罪 意味着 不必死 耶稣 作为无罪的 神的儿子 并且死在十字架上 表明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 乃是为世人的罪而死 罗马书 三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 好在 今时 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 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 耶稣的人 为义 罗马书 三章二十六节 耶稣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对于 除掉我们的罪 是必要的 当耶稣 为我们死在 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担当了 我们一切的罪 神 向着人类 罪的所有 愤怒 和憎恨 都倾泻在了 耶稣 神上 除了耶稣的 宝邪以外 没有什么 可以永远 除掉我们的罪 或完全 负上罪的代价 即使是 旧约中的 献祭 也不可以 耶稣 是复活的救主 是我们的公义 神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 证明神 接纳了 耶稣的死亡 作为世人 罪的挽回祭 这意味着 罪的代价 已经完全偿还了 耶稣坐在 父神的右边 表明 这个工作 成就了 因为耶稣 完全的顺服 神的旨意 不仅 他可以替我们死 把我们的罪 除掉 而且 他公义的生命 可以算作 我们的生命 信徒称义 或者称为义 都是因为 耶稣 从死里复活 罗马书 四章 二十五节 耶稣 被交给人 是为 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 叫我们称义 罗马书 四章 二十五节 当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有属肉体 但不死的身体 同样的 神会叫信徒 从死里复活 并且赐给他们 不死的身体 来永远与神 同在 耶稣是主 主 耶稣来到世上 从罪恶中 拯救我们 他已经提供了我们赎罪 所需要的一切 但是 我们必须悔改 并相信他 以使我们罪 得赦免 他是万主之主 我们必须这般承认他 放弃我们对他的 主权的反抗 主 耶稣 是我们罪得赦免 并得着永生的唯一方式 他是道路 真理 和生命 除了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也没有别的名 我们可以 靠着得救 我们必须承认 耶稣为王 约翰福音 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助我 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 十四章六节 约翰福音 十四章七节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约翰福音 十四章七节 罗马书十章九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罗马书十章九节 罗马书十章十节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罗马书十章十节 福西提 耶稣的出生 为什么是一个神迹 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 但是他没有什么 我们怎么知道 耶稣是神 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命令我们 做什么来得救 罗马书十章